那么说到疫情的影响 花莲施工所原定在4月15号 在国光礼复兴新春举办的防训抢险演习 演到了今天26号上午在美轮西畔来登场 演习内容包含了灾害应变的开设 抢险工法以及救难演练等等 而这一次也特别针对了疫情 而被隔离的民众送往防疫旅馆处置 列入演练的内容 让复合性演练能够更加的逼真写实 花莲施工所26日上午在上智桥旁复兴新春 举办111年度花莲施防训抢险演练 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人员单位缩编 但仍推出12个演练状况 动员103人参与 邮件社客长徐国成 以副指挥官身份向指挥官花莲市长威家贤报告后 随机展开防训抢险任务 以台风侵袭花莲为脚本 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到执行书散彻离及抢救应变等 复合式12个情境作为状况演练 施工所这边的演练非常的扎实 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们10点开始用了55分钟 那整个过程当中 虽然说疫情上面的影响 把我们的编制给缩紧 那有社区上的参与 还有各位上的演出 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非常扎实 而且精确迅速 复合式的情境都有想到 然后今年的工法也有创新 对花莲施工所今年的演习表示肯定 然后有一点要特别加许施工所是 我们平常防训 最重要的是从小细节 那花莲施工所在 扫除落叶这方面 我觉得做得非常确实 这样子一些小动作可以保持我们 排水够的畅通 这可以减少淹水的机会 真的每一次的演习 都是像作战一样 那每一年到了防训期 有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把该做的防训工作 超前部署做好相关的准备 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风灾 不定期的有一些地震的危害 还有火灾的部分 那都谢谢我们每一个单位通力合作 我想演习只是让我们做好 更熟练的一个准备 其实每一个同仁都要牢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那而工所可能常常会有新的同仁进来 借由演习来让大家熟悉 未来要操作的一个方向跟目的 在此谢谢我们每一位参与演出的各个单位的同仁们 跟伙伴们 也谢谢我们带队干 跟所有的委员到现场 还有我们所有的里展代表 还有主席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这次的演习都能够非常顺利 未来也希望花莲没有任何的灾害 我们做好演习就好了 受疫情影响 原安排幼儿园小朋友地震避难情节 改由社区居民支援 花莲施工所在这场演练 邀请自来水 台电 中华电信等民生管线单位 执行现场灾害抢助工作 让维修管线复原得以重建 另外还有花莲施工所人员协助社区消毒 入宿倒塌移除 垃圾清运及环境消毒等 确保在后环境清洁 除了验证应变机制外 也强化救灾所需的合作默契 接着将帮演华理师报导